三文一体的神怎么用圣经根据来解释呢 其实要解释的话 就是经文很多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 我要求父 父就因我的名 拆遣真理的圣灵给你们 另一位宝灰师 注意 我求父 分明我说话的道成肉身的子 他是有位格性的存在 我一个egoemi 对不对 我是一个人格 求父 父是我求告的对象 相对对方也是人格性存 他就因我的名拆遣另一位宝灰师 我把两姐经文柔和在一起了 另一位宝灰师 是比较与我 比较来说 我现在做宝灰师 看顾 引导 教导 门徒 但是代替我另一位 也是人格的 接续我的工作 然后父拆遣他 这分明人格的 三个 人格 三个位格 但是我们不能说三个神 是一位神 我与父 原为一 圣经里面又谈到很多 子是永恒的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就说道就是神的时候 道具有神性 然后道与神同在 这分明是子和父的观象 然后永恒同在 就两个位格区别了 然后后来道又成为肉身 那后来圣灵等等 所以单独的 圣经谈到了父是神 这个没有人质疑 子是神 子和父又不同 然后子和父又为一 灵和子 灵 父又不同 但是他又有位格 然后灵又是神性的 然后灵又与父子为一 特别是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奉父子圣灵的名 施洗 父子灵 三位 对不对 但是希腊语这个名呢 是单数 三而一的神 所以不是三个神 三个名 服数 而是单数 所以圣经里有无数 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文证据 虽然三位一体 是我们根据诠释圣经 整理出圣经诸多的见证 我们把它用一个 圣经以外的用词来形容它 或者是哲学性的用词来形容它 但是它这个词反映的是 总结了圣经里面启示的 这位三一上帝的 最简明的一个名词 所以有圣经根据的 有时间我们可以查考 但是很多 约翰福音 仔细读 仅从约翰福音里面 就找到无数 这个三位一体 支持的经文 旧约也有 新约很多 这位三位一体